请你一定要逼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能被退出 再痛也不说苦 我阻止你带阿燕的妈妈来 所以你觉得我很冷酷 是不是 我突然觉得阿燕他真的是一个鬼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 心里有鬼的鬼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 他开始在考验我们 其实我们一直是不相同的 不是吗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鬼出现 这些问号才会从你心里浮现呢 李玲 不是因为阿燕 相同或不相同 才可以决定爱或不爱吗 应该要相同才能相爱 还是应该要因为相爱 而去包容不相同的对方呢 你觉得那想得太多了 其实我要的只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答案 你告诉我 你究竟爱我什么 凌凌 没有答案 就算我给你答案你也不会满意 因为你心里有鬼 恩 满意 阿贤 阿姨 妈妈想你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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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也没吃的 同例 对不起 怎么了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好丈夫 请原谅我 听我 发现了什么事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死了 又到轮回之后到了下辈子 你还会恨我吗 我从来没有恨你啊 这辈子不会恨你 下辈子也不会恨你 但是我会记住你 我会记得要找到你 因为我还要嫁给你 我不值得被你记着 如果有来生 忘了我吧 我不是一个好男人 我辜负了你 我辜负了每一个人 不要把生活过得这么沉重 只要你愿意接受我的付出 我就很开心 你不是说 每一天这辈子 都是来还债 来报恩的 来报恩的 就当我是来还你们债嘛 你知道吗 同意 如果可以 我真的好希望不要有人亏欠我 而我也不亏欠任何人 不辜负任何人 不辜负任何人 我们渴望那种明明白白 云淡风轻的对待 能够爱和被爱 是幸福的 而我 我却不信 却不信 我无能 天文 不要这么自责 我真的很难过 有时候我好恨我自己 我看不起我自己 就因为我看得到前世 我就事事小心我 处处计较 我对这些人失误 我都不能困扰 我好自私 真的婚姻对你是不公平的 没有 没有不公平 我这么平凡 不起眼 能够嫁给你这么出色优秀的男人 我 我觉得是我占到了 如果你没娶我 可能到现在我还没嫁出去呢 什么话 什么话 是我应该谢谢你的 我会照顾你 我会照顾你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也许我们之间 也许我们之间 没有爱情 但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亲人 不管生老病死 我都不会欺你不公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婚姻里除了爱情 还有别的因素 可以让我们摆脱到老 提问 爱我真的这么难吗 我没有不添 我现在想要再想摆脱到老大 我居然是不如婚姻 我只会和他居然的事 我们的会应里 真的是我一辈子 你因为我就想要得到老大 我会记得这个晚上 你真实地跟我说了很多话 希望有一天 你真肯地跟我说爱你 我会一辈子等待那一天 在你的视线后面 她的前世是杀死阿燕的凶手赖永昌 今生她害怕阿燕来报仇 为了扭转乾坤 为了躲掉前世的债 她会选择忏悔吗 还是强势地打压阿燕的灵魂 进而伤害周围爱她的人 习惯这样 请你一定要逼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能被退出 再痛也不说苦 爱不用抱歉来迷路 她知道了 她还是故随着 我还是想想想想想想 天天 我们宇宙保持 她的招待 先让你拿一天 我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顏 我在等妈妈 我们去找妈妈 我带你去看妈妈 东西 谢谢你 童星 我真的可以去看我妈妈吗 嗯 谢谢 不 不 正妹 不行啦 拜托 我不会答应你好不好 不 不要说这个话 正妹 我拜托你 你最善良最有同行心了对不对 我 我一点都不善良好不好 我拜托 我 我其实很酷的好不好 求求你 你不要求我 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求我好不好 童妹 做这样事会倒霉的啦 不会的 这是做善事 这是功德 不 那我去捐钱好了 我明天又有句话 不过捐钱做善事嘛好不好 我可以帮助任何的人耶 但不是鬼啊 曾蕾 人也好 鬼也罢 你想想 哪一天我们自己变成了鬼 是不是也会需要有人来帮助的时候 等等等等 你不要诅咒我好不好 人都会死的 如果有一天你发生了什么意外 剩下东东自己一个人 不是 我不要打 我告诉你 我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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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会好好的变老 我们家东东会好好的长大 然后我有很多孙子 有一天你往生了 你想不想东东 你想不想看看她 抱抱她 你是不是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助你 让你附身跟东东团聚呢 姊妹姐 我会永远感激你的 我走个一个鬼做邻居了 早早就去熄天空拜拜 你下車了 你們在幹嘛 快點 摸摸摸的 怎麼了 楊欣 你不會這樣對我動手動腳的嗎 我慢慢動到會心氣的 楊欣啊 我覺得這群組會不會太短 太暴露了 我這樣給你了 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走了吧 楊欣 我告訴你喔 以前這裡全部都是稻田耶 一大片都是 從那裡到那裡 然後我跟我楊欣 楊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以前我們上學放學 全部都會經過這邊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邊走邊玩 有的時候我會把鞋子脫掉 然後赤腳再跑 豆欣 以前這裡是一家小店 有賣西瓜糖五毛錢十個 隔壁的那家呢 是一家租書店 我們會到裡面去看漫畫 剪頭髮 因為老闆娘會剪頭髮 所以我跟楊欣呢 不會跑到這邊來剪頭髮的 怎麼啦 怎麼啦 怎麼了 我好害怕 你害怕什麼 不是我 這裡都不一樣 我原本熟悉的東西 都沒有 通通都不見了 對 通通通 通通通 會不會林我媽媽都不認識我了 傻瓜 我當然不認識你了 她所看到的是曾美 對不對 對 是曾美不是我 她不會知道是我的 童馨 我們能不能讓她知道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阿彥 我們不能夠這麼自私的 能夠面對面看到媽媽 我們應該要覺得很開心了對不對 好吧 你乖 聽話好不好 好 不要緊張喔 等一下看到媽媽不要太激動 不准再哭了 第一次見面不要露出馬腳 否則真的會嚇到媽媽的好不好 野人在嗎 請問野人在家嗎 你要幹什麼 真的鑰匙在這兒耶 媽媽都會把鑰匙藏在這裡 這是我們兩個的小秘密 不可以 為什麼 你拿了鑰匙就要進去了 因為這是我家啊 你現在是曾美 你忘了嗎 你媽媽不認識我們的 萬一把我們當成闖空門的怎麼辦 我們就在這裡等 我可以搭訪 你也來看見 你 我想要一次的辦公室 导臨 你切通常 我可以選擇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妈妈 妈妈回来了 不可以 快把眼泪刷干 你不听话 下次我 下次我不带你出来了 请问是吴女士吧 不要给我推销任何东西 我什么都不会买 走开 不是 对不起 我们是来报导失踪人口的 我们是出版社 要出一本书 是要专门探讨这四十年来 不顾失踪的女性人口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全都是一群骗子 吴女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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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不理我 她不认识我了 好了 不要难过了 最起码我们这么近的看到妈妈了 对不对 这么近 就在眼前 可是却不能让她知道 我就是阿姨 好难过了 喂 同志出版社 同心啊 你等一下 我转给李宁了 找我啊 找我啊 什么事啊 什么 接小孩 哎 拜托啊 她那个妈呢 真美啊 她跟你在一起 有事 同心啊 你找李宁好不好 她在我旁边 我有事 李宁啊 喂 李宁 喂 童心啊 你接小孩吃饭 我不会啊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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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 喂 喂 天哪 为什么要我当临时保姆啊 难道我航行这么差了 李宁 刚刚 李宁啊 童心的事不就是你的事吗 她是找你又不是找我 那我找你不也一样 不一样 你的事怎么会是我的事呢 李宁啊 李宁啊 你这样不够意思 我为什么要对每个人够意思 我又不是滥行人 他们现在连小孩都不管了 难道你不想知道他们去做什么吗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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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小孩 在你的视线 她做梦也没想到 会跟鬼做邻居 她逃避 抗拒 最后 她选择找个男人来壮胆 而苏靖忠 就是她的终极目标 这个终极目标 能逃出曾美部下的天罗帝王吗 你冷不冷 我不冷 可是我想 曾美姐可能会冷吧 你看你手都冰冷 我去车上把你拿外套 好 来 喝点热茶 啊 你手怎么那么冰啊 快喝点热的 那个人不相干的 他不是阿燕的父亲 他 他对阿燕好吗 不好 他欺负他 你怎么知道他欺负他 我 你认识赖永昌 你才几岁啊 你怎么会认得赖永昌呢 是这样子的 之前我们做过一些调查 关于 关于父亲的一些老邻居啊 我们都问过了 他们对赖先生的评价 一直不是很好 那倒是真的 对啊 只要还记得赖永昌的 都不喜欢他 他懒散 脾气不好 又爱喝酒 而且对阿燕不好 在阿燕十岁那年 我就跟了蓝永昌 我满心 以为是可以给阿燕 找个爸爸 可以保护他 爱他 我跟蓝永昌七年 没敢给他生个一二半年 就怕他有了自己的骨肉 会不疼我阿燕呢 是这样子的吗 你就是为了这个 一直没有再生 在这世上 我这一辈子 最疼最爱的 就是我的阿燕 可是阿燕气我 让他读夜宵 我 白天又让他去打工 白天又让他去打工 他以为我不心疼他 他哪知道我心里的苦 蓝永昌 三天两头都不上工 阿燕又大了 我怎么放心让他们两个独处呢 是这样子的吗 我每天下了班 就急的往家里赶 只要一进了家门 听见我阿燕叫我一声 妈妈 我整个心才踏实下来 只要听到阿燕叫我一声 妈妈 他从来都不知道 每个晚上 蓝永昌没有睡之前 我是连眼睛都不敢闭 我就怕他趁我睡着了 去欺负我的女儿 我是这么小心保护我的女儿 这些 阿燕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给我机会 他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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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带着恨离开的 固有分离 却连见识的机会都没有 我的心好痛 像千万跟朕在这一样 他不知道妈妈爱他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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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的 他一定都不合你 阿燕爱妈妈 阿燕爱你 你 是谁 你究竟是谁 我只是看你伤心 你 我也忍不住想哭起来 心里难过 我 你是谁 他 我 我 曾美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回去了 我 我 我阿姨也累了 该让他休息了 吴阿姨 我以后可不想想来看你 我没有妈妈 看到你 就会想到我妈妈 我不想做任何人的母亲 在这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我的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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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简答 简答什么 简答国语 我看看 干什么 口嘴阿叉叉 好了 不用看 通通对 我才刚开始检查 我已经对过自修后面的答案了 都没错 自修后面有答案 那你还写个屁 你用抄的是不是 说实话 没有 一定有 有答案不抄才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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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抄答案还有理由啊 你 还有家庭呢 不要签了 好 这边有签名字的 哦 家长通讯栏 我要签你抄答案 请老师好好注意你 那我妈妈就会骂你 她就知道 我大姐功课了之后 你都没陪在旁边 你再追教 我刚刚是 我只是休息 休息 有一次同情赌足 就是这样被我妈妈骂的 她说她没得任感 和她一个礼拜 都来陪我做功课 好 你不要说了 我签 你这小子以后可以当政客了 小小年纪 威胁利友 我认了 你都能慢慢听出来我这里 请家长协助准备自然课程所需教材 自己做堆肥 例如树叶草精 食物残渣 只要是有机物的垃圾都可以 这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刚刚已经签了名 表示你知道啊 你要节度准备 真是 我 师傅在早上已经拿东西到了 我们晚到还没在这里吃啊 所以我们没有食物残渣 没有 哼 没有 中心 你生气了吗 该把身体还给阿美 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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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阿美的身体让出来吧 我叫你去把阿美的身体让出来吧 我叫你去把阿美的身体让出来吧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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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我多好晕了 好累喔 我眼睛好痠 好像肿了耶 重心 重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现在是几点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今天礼拜几 阿美 你还是今天今天礼拜二 今晚上我们回到家里吧 好 好 没事 那就好 回家了 可是我好怕 我好怕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那就惨了 就像人家说吕东斌的那个样子 不会啦 童童 童童来 童童 童童不见了 阿美 阿美 童童陪着她 那我们两个呢 两个都不见了 不是 不会吧 童童 阿美 她没去外面找着二色 马上就回来了 你看 马上回来了 对 我知道 他们是为了那个自然科 去找材料 那我们去找他们 哎 童童 哎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在家等吧 我要去找他们 我好想如此 我突然间 好想好想抱着东东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 拜拜 阿美 拜拜 阿美 你小心点啊 你的情绪和感觉 是会遗留在她身体里的 你对她有影响对不对 我不知道 童心 你在生我的气 为什么 你也答应我 你说要看妈妈 能够面对面看一眼就 你跟我说你会控制你的情绪 你不会泄露你的身份 我没有啊 但是你差点就要说出来了不是吗 如果不是我制止 你是不是就要让你妈妈知道了 童心 我忍不住 我真的忍不住 忍不住的后果会怎么办 怎么样你想过没 你忘记了你借用的是别人的身体吗 你的灵魂想要跟你妈妈相认 阿美的身体也要回来跟东东团聚 我会还给她的嘛 不 你会舍不得 你妈妈更会舍不得 真的那个时候阿美该怎么办 无理糊涂灵魂出了窍 身体就被你强占了 我不是强占 我只是借用 借久了你就不想还了对不对 我不会 我不会 你会 其实你早在打这个主意 要不然你不会告诉你妈妈 以后会常常来看她 要不然你不会告诉你妈妈 以后会常常来看她 你会 你会 阿彦 阿彦 你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像我,我17岁的时候 阿彦,你已经死了 你要认命 我以为你是同情我 我是 我同情你死于非命 同情你思念母亲 同情你不得超生 但是我不允许你利用阿美 是人是鬼,我们都要懂道义 我只会有什么地方 你不得太好 我去看她 你如果是你可爱 我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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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 我找个人 我找个人 你怎么办 我找个人 阿彦,我不怕你,不是我让你变成这样的 我跟阿美,我们是无辜的 不能...不能因为我们同心里而受到伤害 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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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彦,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的阿彦 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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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東叔叔 我們 我們嫂子才要對報 明天我做好的堆匪 一定敬你 待會兒回來給你看 不要 真的不要好不好 我已經要變成一攤堆匪了 東東 媽 媽 媽回來了 媽 媽 媽 東東 小寶貝 東東你好棒喔 你看你自己做作業啊 還會自己出來找教材 你好棒 你就像一個小大人一樣 叮噹嘟嘟帶我倒的 我們倒了好久喔 謝謝你喔 你真的好有愛心喔 是啊 愛心 愛心做環保的 舉手自勞 好 明天我做好的堆匪 待會兒給嘟嘟嘟看 好 歡迎你來喔 你一定要來喔 來 走 媽媽給嘎嘎去囉 來 告訴媽媽 你今天吃到什麼 大雞還有可樂 你好口氣喔 來… 好演得 好演得 好 堆肥 我親你怎麼跟堆肥在一起 我 喂 喂 靖忠 我想問你 你怎麼會在家呢 我剛回來 我快累壁了 你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過得多精彩 我看你是想知道童馨今天晚上幹什麼去了吧 我沒那麼大的好奇心 她會告訴我 顯然她沒告訴你 沒有誰規定她每天都得向我回報 我不知道童馨今天晚上到哪裡去了 不過她是跟曾美在一起 晚上快十點才回來 我問過曾美啦 可是她自己也迷迷糊糊 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 你怎麼會在一起 你怎麼會在一起 林玲 我不知道你跟童馨之間 是怎麼回事 不過 我們之間沒有事 就這樣 拜拜 去一下那女的 對於阿燕指控廷文的前世 就是賴永昌 凌玲寂靜寂靜且怕 再加上庭文不放棄對她的糾纏 凌玲對童馨的愛 會因為庭文的堅持而變質嗎 而童馨又該如何來面對 庭文與凌玲的過去呢 一向沒有聲音的她 會做出什麼驚人的舉動嗎 在童馨的幫助下 阿燕順利見到了自己的母親 但是人鬼殊途 阿燕要如何向母親坦誠 她已不在人間的事實 請繼續按時收看《大荷花》 一息感覺少一點 一息寫的勇氣 面為你